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矛盾又纠结 不敢越红线一步 他作风干练硬朗 眼神里却隐约有一丝憋屈和无奈 发型也很沙马特 说明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潜藏了一个不愿循规蹈居的灵魂 今天下午6点钟 在布雷斯牢一处集市的角落里 小贩发现了一个缝得严严实实的牛皮带 依稀可以辨认出里面是个人形 海伦娜赶到现场 只看了一眼 就看出那牛皮是波兰特有的利目赞纯重牛 每一头牛都有编号 很简单就能查出是哪个农场的牛皮 缝制用的是市面上最普通的鱼线 法衣将其切开 里面果然是一具尸体 根据初步分析 作案手法是将人麻醉 缝尽新鲜的牛皮 然后经过曝晒 产生疏索挤压 导致死者窒息而亡 用牛皮杀人 这还算比较稀奇 因此凶手很可能是个手段非常残忍的怪人 更怪的是 死者的肚子上还闹着一个词 败类 紧接着一个漂亮女记者赶到了现场 可是海伦娜不让她靠近 为了第一手新闻 她也是拼了 用美色接近检察长获得内部消息 在本片里 官场的丑态几乎随处可见 昨天 搭档布兰森就查到城外有处农场 丢了一头利目赞纯重牛 农场主说 除了附近的村民 只有屠宰厂知道他这里有纯重牛 所以出乎意料的神速 他们到屠宰厂就查出了死者的身份 是一名班头 死者因为和老板有点裙袋关系 所以经常压闸欺辱员工 有员工控诉说 死者经常让他们穿尿不湿上班 谁上厕所就马上开除 稍有不顺心就关到冰柜里面挨斗 而且还每月开除一名工人 工人们都敢怒不敢言 今天算是得了报应 所以应该就有几十个被死者开除的嫌犯 需要调查 工作量非常的大 下午六点整 街边的一处仓库突然发生爆炸 两匹赛马受精一路狂奔 在街上横冲直撞 踢伤不少路人 海伦娜和搭档正好在附近 接到任务立刻分头行动 拦截两匹疯马 他赶到桥上观察片刻 赶紧让附近所有警车关掉警报 因为赛马听到国造的声音 会更加的兴奋 果然警报声一停 赛马就安静了许多 被海伦娜安全驯服 可是赛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原来马的后面拖着一截残缺不全的尸体 因为场面不太下饭 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这个死者的肚皮上也唠了一个词 掠夺者 紧接着另一匹赛马在公园 已经踩上了四名警员 海伦娜立刻过去支援 可惜来迟了一步 这里的警员不知道关闭警报 风马直接把他的搭档 踢成了植物人 这才将风马击毙 而且这匹马也拖了一半尸体 应该是二马分尸 手段极端的残忍 和昨天的牛皮果尸案都有唠字 很可能是同一个杀手所为 所以这两起连环杀手案 立刻惊动了华沙总局 一封命令下来 为布雷斯劳分局派了一名中情局的 女犯罪分析师协助调查 命令上说 这是个专家 海伦娜却以为 应该是个负责监督的花瓶 结果却大为震惊 派来的女人果然是个厉害角色 名叫以沃娜 虽然一副土肥宅 不修蝙蝠的模样 但是在犯罪现场 晃上两圈 就看出了杀手的作案手法 他推测 杀手用两包火药 做了两个简单的电话起报装置 掉在门上 然后用两匹马分别绑住死者的双手双脚 等到六点钟 凶手准时打电话引爆炸弹 塞马兽精狂奔出去 将受害者凶残车裂 导演也用上帝视角告诉我们 这个女人分析的分毫不差 最厉害的是 分局长怀疑杀手用了肖酸胺炸弹 应该被列入恐怖袭击 准备把此案移交给国安局办理 可是 尤娜娜捡起一块碎片 自信的说 现场都是黑回奥的气味 不信你们可以收集爆炸粉尘去鉴定 而且根据波兰法律 每个公民都能买黑回奥 所以这并不属于恐怖袭击 还是布雷斯劳分局的案子 然后在潇洒离去之时 又一拳打翻记者 抢走了硬盘 省得媒体暴露关键信息 好犀利的调查员 海伦娜心里也是暗暗称赞 有这样的搭档 何愁大案不破呢 在事件的现场 检察长问起 凶手为什么用如此古怪的手法杀人 尤娜娜则鄙鄙视他不学无数 对自己城市的历史都全然不知 于是缓缓的说道 两起案件都是在晚上六点发生 这与历史上 18世纪普鲁士国王 菲特列二世的一段历史不谋而合 1741年 菲特列二世征服西里西亚 他想要把布雷斯劳建成一座繁荣的大城市 就想到必须清除城市的六大罪行 败类掠夺 腐败诽谤 压迫和欺诈 这六大罪像瘟疫一样 阻碍城市的繁荣 于是他创造了瘟疫周 每天晚上六点 公开折磨杀死一个犯有六大罪之一的人 警示全城的人民 周末休息 也就是说 昨天死的是败类 今天死的是掠夺者 以此类推 接下来的四天 连环杀手每天晚上六点 都会再杀死一名罪犯 检察长听完 感觉连环杀手这事儿如此大条 立刻小跑向上级汇报去了 而尤娃娜临走时 见到一个中情局的熟人 二人打完招呼 就直奔医院去看望 几乎成了植物人的搭档布兰森 医生说 没救了 这人可能要在梦里 过完他的一生 唯一的问题就是 拔不拔氧气 活得时间长短的问题 床边布兰森的老婆孩子 早就哭干了眼泪 可是尤娃娜却一边 按摩布兰森的手 一边说 他十岁那年出车后 昏迷了十天 医生都说他没救了 可是他的妈妈 一直握着他的手 不间断地护换他的名字 同未放弃 他在黑暗中 感觉到妈妈的抚摸与召唤 才终于从地狱苏醒了过来 这是亲身经历 千万不要放弃 他还有救 这个女人半信半疑 不过为了唤醒丈夫 决定世上一世 正好此时 有个线人传来信息说 他认识被车裂的死者 原来死者经常混迹于马场 放高利贷 不还钱的人会被他折磨得 连畜生都不如 线人还说 这个人是死有余辜 照此看来 这个杀手杀人倒是很有原则 两名死者都是各有取死之道 难道说 这杀手是在故意宣扬一种 惩奸除恶的精神吗 他真正的行为动机 究竟是什么呢 女主到图书馆研究 布雷斯劳的历史 发现两起案件 和历史书上记载的杀人模式 如出一辙 那么星期三的六点中 就会如书上所说 一名腐败者将会被火刑烧死 果然在一家豪华的歌剧院里 观众们正在欣赏 女巫畜行的桥段之时 舞台上竟然假戏真做 一个黑衣人竟将一名妇女 火生生的烧死在舞台上 观众闻到空气里的焦糊味 就四散奔逃 人们连一个灭火器都找不到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那妇女被烧死 正在车里待命的女主 听到报警 立刻以最快的速度 冲到剧院 拿出手枪跑到后台 去拦截杀手 与此同时 尤娃娜也赶到了这里 二人联合搜查 但还是晚了一步 杀手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还顺带偷走了剧院的灭火器 死者的额头上 正是烙着腐败二字 警员说 通常人身上着火 只要想办法不大口呼吸 忍住疼痛就还有救 但是只要吸入汽油烟雾 喉咙和肺部就会着火 那么必死无疑 很快通过报道和辨认 警方才知道 死者是布雷斯劳的财政部部长 一则老新闻上说 死者曾经因为腐败受贿 遭到指控 但是因为证据不足 后来被撤销 很显然 那则老新闻的背后大有文章 难道这一次 又是杀手在践行 所谓的实质争议吗 时间转到周四 医院里面 伊沃娜给布兰森做的按摩果然出现了奇迹 布兰森的脚趾头动了一下 女主见状对伊沃娜非常的感激 认为她是个大好人 彻底敞开心扉 和她讨论如何抓住连环杀手 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每个死者的仇人进行交叉比对 肯定能找到凶手的杀人规律 伊沃娜深以为然 可是回到警局之后 女主就颠覆了对伊沃娜的认知 因为局长说 华沙根本没有派女犯罪分析师来协助调查 那么伊沃娜究竟是谁呢 她为什么伪造命令进入警局 又动戏杀手的作案手法 又急速出现在军院后台 难道说她就是那个残忍的连环杀手吗 事实证明 他们的推测没错 伊沃娜就是连环杀手 此时她正打电话让女主躲开窗户 突然一架车轮砸烂了玻璃 上面绑着一具男性的尸体 肚皮上捞着诽谤者的字样 和书里描述的一模一样 女主下去追时 伊沃娜早已不知具象 调查了监控 他们才知道 伊沃娜用一辆经常出入警局的 起义公司的面包车 躺而黄着的将尸体运到警局 又在楼上绑好尸体 再把尸体推下楼 然后扬长而去 警局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可见凶手是在嘲讽警察的无能 不过杀手既然走到了名处 就不难找出她的犯罪动机 海伦娜突然想到 前天早晨 伊沃娜偶遇的一个中情局的熟人 这个熟人说 其实凶手不叫伊沃娜 而是叫马格达 前中情局副局长 今天死在轮子上这位 是前中情局局长 2003年 因为前局长做假证 才导致了马格达被中情局解雇 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很快警方就根据真实的身份信息 查到了马格达的住处 见到了她的妈妈和两个孩子 马格达母亲看到受害者的照片 震惊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边哭一边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1989年 波兰体制变革前夕 马格达曾经为一起 政治迫害学生案做过笔录 体制变革之后 她就在中情局里供职 在此期间 马格达和丈夫因为基因冲突 怀的两个孩子 均怀有先天性脊髓型肌肉萎缩 每年都需要天价的治疗费 把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基本掏空 后来丈夫就抛弃了他们母子 杳无音信 2003年 马格达本来要晋升局长 可是前局长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作假证泼脏水 举报他迫害学生 反而让他被中情局解雇 这才导致了他悲惨的人生 从中情局出来后 马格达又求人脱关系 进了财政部 结果发现财政部长腐败受贿 故意推尾扯皮 坑害了数家公司 马格达这个人呢 一身正气 极恶如仇 于是他看不惯 站出来举报部长 结果政府组织调查之后 官官相互说没有证据 反而倒打一耙 无赖马格达造谣诽谤 将他从财政部扫地出门 他心中不愤 向总理写信反映过20多次 可惜根本没有回应 后来他失业之后 就深陷债务的泥潭 向第二个死者借了高利贷 而第二个死者骗他说 知道内部消息 几号赛马能赢 让他搏上一搏 单车变成摩托 马格达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还真就信了 结果当然是输了个分文不剩 这可怎么还债呢 于是二号死者准备要他 卖女儿还债 他当然不肯 只好找了一份屠宰场的工作 每天工作14个小时 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越来越孤僻 不与人交流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他又受到搬头的欺负 被赶出了屠宰场 如今他们一家人 早已走投无路 没钱交房租 下周就要被房东驱逐 赶到街上乞讨度日 海伦娜听完 兄弟就憋了一股不平之气 假如他是马格达 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原来马格达杀人 是真的被逼得走投无路 被压迫剥削到 极致的彻底反弹 此时已经快要6点 难道下一个受害者 就是驱逐压迫他们的房东吗 书上说 周五正式压迫者 警察们立刻去调查房东 可是此时的房东 已经被马格达 装进了一个油桶 桶壁上插满了 匕首一样的铁棍 然后他将桶 从山坡上一路滚下去 直接再见 海伦娜赶到现场时 发现不远处 马格达的身影 立刻狂奔紧追不舍 一路跟踪到一个 荒逼的仓库里 女主猝不及防 被一棍打晕了过去 等她醒过来 已经被救回了酒局 完全不知道 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可是她无意间发现 手机里多了一张 总理的照片 上面写着 骗子 第六人是国家领导人 那还得了 此案必须由国安局 出面调查 女主的手机里 还有一段 马格达的录像 她说 为了腐败案 找了总理23次 都没有答复 当年总理在竞选演讲时 说会保护人民的利益 替人民伸张正义 维护法律和秩序 但是当她坐上 那个位置之后 就对此视而不见 所以她决定 行刺那个骗子 正好明天下午 总理过生日 必然会去体育场 观看酷爱的摩托车比赛 肯定是个绝佳的行刺机会 可是呢 总理的行程依然没变 照常去观看比赛 看来国安局 根本没把一个女人的行刺 放在眼里 体育场里到处都是警察 六点钟 破天荒的没有任何动静 总理周围的保镖们 保持高度警惕 六点半 主持人带着所有人 为总理唱生日歌 然后摩托车队 抬上来一顶金色的摩托车头盔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总理 可是总理接过头盔 却怎么也戴不上 扒开看时 里面竟然放着一颗人头 总理吓得 立刻在保镖的保护下 逃离了现场 这颗人头究竟是谁的 又是怎么放进头盔里的呢 原来人头就是马格达的 嘴里还咬着一块油盘 上面写着送给总理 油盘里面又是一段录像 马格达声明了 谋杀那五个人的前因后果 还说那五人都是罪有应得 他把所有的罪都归咎于 总理放任六大罪横行社会 像瘟疫一样 毒害普罗大众 却不欲节制 最厉害的是 女记者也收到一份优盘的备份 并将其一步到全国电视上 引起了渲染大波 网络上已经炒翻了天 争论最厉害的莫过于 马格达究竟是受害者 应当被原谅 还是杀人犯 应当名正典型呢 另外还有个最大的疑问 究竟是谁杀了马格达 又把他的头装进头盔里的呢 请多回到海伦娜的脸上 昨天六点多 他跟踪马格达被打晕 醒来之后 马格达向女主道歉 上级他的搭档布兰森 完全是个意外 他虽然杀人 但是道义有道 那五人都是死有余辜 最无耻的那个放高利贷的死者 居然还想把他的孩子 卖给恋童癖 是这些人把他逼到了这一步 他只要尽自己所能 去伸张正义 其实他选择女主 是有原因的 跟踪了女主一年 他发现女主和他 有一样的遭遇 也有一个暗杀酒鬼肇事者的计划 所以他就像个老师一样 刻意接近海伦娜 言传身教 让女主认为 病的是这个社会 他们根本没有错 若想报仇 只能拿起武器 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而且他买了一大笔人身保险 希望他死后 孩子们得到赔偿 有钱治病 自杀的话 保险公司当然不赔 所以他临死前 请女主帮忙 掩盖他自杀的真相 把他的人头送给总理 给这个病态的社会 敲响一个警钟 还拜托 不能让他白白的死去 说完他就转身钻进断头台 把自己咔嚓送走 领了盒饭 女主自己解开绳结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刚好又接到搭档老婆的电话 赶到医院里发现 布兰森果然奇迹般的苏醒了 一瞬间 他似乎理解了 马格达心里的矛盾 在善念与恶念之间 苦苦的挣扎 马格达究竟是个杀人犯 还是个受害者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得告诉民众 不能让这样的悲剧 再继续发生 于是他决定 帮助马格达家人获得保险为常 并把人头偷偷带进体育场 在空无一人的后台 把人头塞进金色的头盔 或许只有让总理看见 才能引起上层的重视 才会挖掘出 整件事情发生的社会根源 同时他又复制了一份 寄给女记者 让全社会都了解这一出悲剧 从而引发人们的思考 有些人只是想好好的活着 都已经非常努力了 可是社会仍不给他机会 非要将他挤扁了 揉碎了 让他只能用极端的方式 去维护属于自己的公平正义 镜头转到曾经撞死 女主未婚夫的酒鬼身上 他摇摇晃晃 回到自己的豪华别墅 却猝不及防 被海伦娜一枪托打晕了过去 看来女主也要践行 属于自己的实质正义 看到这里 感觉看了一部七宗罪 和电剧惊魂的合集 虽然片长只有一个半小时 但结构非常的紧凑 有一个猎骑士的连环杀手 追查出杀手为什么杀人 再递进到对波兰社会 腐败黑暗的抨击 最后升华主题 引发观众思考 可以说是最近看的一部 很爽的片子 细心的观众肯定发现 里面还加带了一些 有意思的东西 从马格达1989年 无辜卷入政治迫害学生案 到后面被各种 无耻的官员压迫 导演似乎有一笔对 体制变革前后的差别 可惜在导演的眼中 那种没有最烂 只有更烂的戏剧效果 呈现出了悲剧主义的色彩 其实筷子和刀叉 都是吃饭的家伙 没有谁有谁略 殊途同归 都是让人吃饱饭 你吃青菜豆腐 他吃牛羊猪排 说到底并不是 筷子刀叉的问题 而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另外本片的主要人物 全是女性 男性完全没有存在感 唯一有作用的男性 躺在床上几乎是个植物人 可是片子里 不管是女主 还是受尽了磨难的女二 与其为了工作 出卖色相的女记者 她们全都是心地善良 工作勤勉 最终却全都被 猥琐愚蠢的男性 出卖欺骗 背叛侮辱 男人们都被贴上了 骗子 贪婪 压迫者 等一系列的标签 可见导演 对政治比较悲观的同时 又对女性 充满了怜悯与不平 还寄希望于能建立一个 没有六大罪的理想国度 可是有人的地方 就有自私和贪婪 这美好的愿景 能实现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观众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